一辆开禁树林寻求掩护的俄军坦克车 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势下惨遭突袭 冒出火光和黑烟 远处乌军兴奋呼喊俄军前线持续溃败 正折乌南二松战况一触即发 俄美指控乌军向当地一座水坝 利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发射六枚飞弹 不过华府智库反控 可能又使俄罗斯存心嫁祸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进行造访基辅 与泽伦斯基会面重申美方力挺 更加码价值4亿美元军事援助 然而却遭外媒踢爆 美方狂撒银弹挺不下去 有意加速终结战局 华盛顿友报指出 俄乌战争间接导致粮食和能源危机 威胁全球经济 西方盟友开始出现乌克兰疲劳 加上担忧核战威胁 让拜登政府开始劝说乌克兰当局 放下过去除非普丁下台 否则拒绝和谈的立场 要乌方释出愿意和俄罗斯谈判讯号 另一个让西方援助乌克兰出现变数的原因 就是美国其中选举 长达八个月战争 美国作为军援乌克兰最大金主 已投注超过台币5827亿元经费 华尔街日报显示 有近五成共和党党员 认为美国已为乌克兰付出太多 如果最终由共和党拿下两院多数 恐为乌军反攻增填变数 三年线文是一条报导